我在聖靈中 聖靈充滿了有什麼更新、有什麼變化 首先我覺得我自己本身自小就有一個閱讀障礙 你們知道什麼叫閱讀障礙嗎? 我是讀、寫也有問題的 但是自從所主之後 我讀聖經 不僅僅 我還有一個讀經計劃 我是由2017年開始 幫我的教會做一個讀經計劃 每一天都是這樣讀 竟然可以讀得懂 我覺得這是神跡 所以我很感恩 一切容若不避住 因為這個障礙是一個病來的 你不是說醫治療 也沒有醫生醫過 但是我醫生原來是神的 感謝主 第二就是 我經常經歷到聖靈充滿 為什麼經歷聖靈充滿呢? 是聽了牧師的教導 首先為什麼我會認識牧師呢? 我會說回來 我在YouTube上 因為我自己是服侍教會有十二年 近兩年 我就要負責一個電影福音 這個電影福音就是給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分享 過程中都是感謝主 帶到一些人去送主 所以那天我都照常地打開電腦 看福音電影 去YouTube 怎麼知道 剛巧就被我帶到二牧師 咦 二牧師呢? 看看吧 咦 中國人來的 咦 廣東話來的 香港人來的 咦 長三環 近我 近我以前 就開始看 原來我們認識主真是這麼容易 我們只是親近 送靠 跟隨 神就給所有的祝福給我們 原來祂一直在等著我們 等著我們去愛 你們願不願接受這個愛? 當然我接受了 所以我很願意去跟隨 很願意每一天 經歷到神的帶領 神的根深 我在這兩年的過程中 其實感謝主 我那個牧師和阿彥牧師 這兩個都是我的白樂 帶領我 比我更加認識主耶穌基督 有一次就借助我的牧師 教導一個門徒訓練班 他就說要我們做一個討告 試試跟神怎樣去親近 跟神去聊天 怎樣聊天呢? 怎知道聊天之後 我真的很簡單的一個討告 向著窗櫃 簡單的一個討告 第二天真的給我 feedback 我說 神真的跟我說話 怎樣說法呢? 我當時是睡覺 在夢裏說 羅馬書十二章 一至二節 大興門 即是神用這句經文跟你說話 是呀 你是聽到聲音 還是在夢中 在夢中 神跟你說 這把聲音很棒 是呀 不好意思 是呀 這個聲音是記者在裡面 形容不到 但是這把聲音真的很好 令我更加清楚 我願意跟著神 我願意跟著神去使用我 我其實真的 你說得對 我的一個本道 還有神也說了一句說話 要我去殺種 殺到世界各地 親自為別人無眼淚 當我有傷痛的時候 祂會親自為我無眼淚 哇 感謝主 這個我已經覺得很感恩 我意象 對 說意象 就是 我其實真的很感恩 我有很多意象 那 說兩個 說來 那 第一個 就是 我有一次就是 發夢我也是 夢見 而牧師和我的牧師 分別在哭場 以色列那邊的哭場 在耶路撒冷 那時候 那時候 發現牧師就在上高頂上 這樣 說了一堆的說話 是說國語 那 在我這邊的 右手邊 那 第一個台 就看到我的牧師 站了出來 開始講話 因為是由牧師 以牧師講的話 之後呢 到我那邊的牧師講話 當中下面有很多很多人 就是 帶著一些 是不是 猶太人 可能帶著一些 一些帽 黑色的帽 這樣搖一下 又會說 因為 猶太人 他們祈禱 是有搖的 向前向後 但是呢 他是未見過這個情景的 因為上網 你見到很多的 但是呢 他是沒有見過 而他在夢中見到先 然後後來才在真實 在影片見到這件事 就是那些猶太人 祈禱會這樣 以畫 這樣 下面呢 有很多人 然後呢 喇哭 加上因為神 令到我的生命 改變了 那麼 那 那時候 你也都見到 哭場 就是見到說 哭場的畫 是很狡猾 很濟猾 我一陣子的狀猾 我就立即問回牧師 為何會見到這件事呢 那麼這件事 我們都要等到他幾時仍然 但是也有個意思 一個可能性 就是真是在哭場的位置 也有可能性 就是在以色列的地方 神要使用我們做一些事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要到時去期待 但是我們是 神是為我開路的 有開路的 有待觀察 是的 OK 感謝主任 為何會見到你